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兔 欢迎大家来到兔子的测评小讲堂 今天呢 测评的是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 全家family全种类便当 一共 其实我们这里少买了几种 因为没有货了 对 把能买到的都买到了 这里一共有14种 好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 从这边开始一直到那里是 从便宜到最贵的 一共分别是 葱油拌面7块5 腊肉拌面8块 意大利肉酱面8块5 中华炒面9块 韭菜猪肉饺子9块8 培根白酱意面11块8 芝士咖喱猪排汇饭12块8 卤肉饭12块8 香菇滑鸡包仔饭12块8 羊粥炒饭14块8 干锅鸡饭14块8 烤鸡排腊肉汇炒饭14块8 照烧鸡排双冰饭15块 番茄牛肉饭15块8 对没有错就是这些啦 然后今天配的饮料是最近很火的 苏伊烧鲜草 那我们就从最便宜的这个 葱油拌面开始吃 但是那个酱的味道很香 这边的葱油拌面 它是有一个香葱炒的鸡蛋 然后这个酱应该是有洋葱之类的吧 这个酱应该是哨子加洋葱吧 没有那么多的那种香葱的味道 但这个鸡蛋肯定就是香葱味很足了 整个酱油和酱汁的味道很融合 没有想象中那种葱的那种很浓重的味道 它这个才7块5 就是大家如果不是特别饿的时候 可以吃这样一份应该是很划算的 好 第二个是这个 腊肉拌面8块钱 打开可以看到上面有像滷肉一样的肉 中间的话才是有腊肉 这里还加了有一些胡萝卜和木耳的配料 啊 我这样一拌的话 它这里的这个酱就出来了 哇 这个好香啊 有一种炸酱面的感觉呢 这真的很好吃 我刚打开的时候就闻得它很香 你不要看它酱是这样黑黑的 但实际上它很辣 它是那种有一点点酸辣 炸香辣的感觉 哇 这个酱好辣 好辣 我觉得这个腊肉拌面和第一个葱油拌面比起来的话 这个的味道会更丰富一点 接下来让我来吃一下这个8块5的意大利肉香面 其实我的朋友他一直跟我讲说这个很难吃 我来试一下子 诶 真的是有一种那种臭臭的感觉 就真的很腐素 没有任何的配菜了 这个就单纯的就是肉酱 然后面 但它那个味道香臭香臭的 这做的很一般诶 怎么说呢 因为我平时自己还挺喜欢吃茄汁意面啊 意大利肉酱面这种东西 嗯 陈佳的这个意面怎么说 面还是很好吃的 面是那种很有劲道的 但是它的那个汁有点太酸了 然后第二个是 感觉肉酱的味道没有那么的足 就整个感觉有点像番茄酱拌面的感觉吧 下一个是中华炒面 9块钱 哇 这个中华炒面就可以看到好丰富了 这里面除了有泡菜 然后有这个是小香肠吧 然后还有青菜鸡蛋 这边还有一些配料就是肉丝木耳之类的 闻起来它有点像 就是普通的那种小摊饭上的炒面 好 我来尝一口 味道很普通 特别像炒菜 那种小炒肉的炒菜 然后加了一些面进去 这里还有一些没有吃到的泡菜 是凉拌的笋子 好 那从这边7块5到9块钱的炒面里面 我觉得这款最好吃啦 接下来我要尝一下这个 朋友一直在推荐我的韭菜猪肉饺子 它就有配个小的酱料包 这个真的好吃 它那个酱料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饺子皮很有嚼劲 它这个酱我平常会吃出了一种 方便便调料的感觉 好 这块10块以内的就被吃完了 那我们下面从11块8的开始 这个培根白酱意面 其实我看这个撑的超想吃 我很喜欢这种奶油风味的面啊 各种各样的 这个里面也是加了有胡萝卜丁 然后还有 半个煎蛋 然后还有一颗西兰花 培根倒是给了有三片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白奶油风味的 意面了 这个培根的肉很扎实 不是那种劣质的培根 真的我都要快饱了 我吃了 接下来这个是平时我也会经常买的 然后小伙伴也经常吃的 芝士咖喱猪排饭 然后这个是12块吧 算是很平价 然后大家应该会经常买的 好 我们打开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半是咖喱一半是这个 芝士的猪排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泡浆 蘸一点咖喱 因为它这个是素食的便当 然后它这个猪排呢 就其实没有那么的脆了 跟外面的猪排饭比起来 肯定没有那么的酥脆好吃 但是呢 因为它12块8 所以真的原谅它了 而且这个咖喱的味道也非常不错 好 接下来 卤肉饭 卤肉饭就看起来很普通 家里有很多这个豌豆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是什么 土豆 普通的卤水的味道 这里还有蘑菇 然后旁边这里还有一颗卤蛋 卤蛋还是很入味的 但是整体来说 它的卤肉的这个卤水的味道 很普通吧 好 接下来是这个 香菇滑鸡煲仔饭 它这里面加了很多的菠菜 鸡肉很嫩 但是整个这个味道比较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饭里面 是已经有酱汁的 鸡肉很嫩 这鸡肉真的很嫩 但是就很淡 好 这一排 11块8到12块8的 总结的来说呢 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些料理 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 还是这个 这个咖喱猪法饭 跟我个人的口味有关系 然后其他的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到 最贵的一排了 最贵的一排 首先从这个14块8的 扬州炒饭开始 为什么扬州炒饭又卖14块8呀 它这个是热血扬州炒饭 它里面有猪排 我感觉这个扬州炒饭 整体来说干干的 因为它的饭也 就是炒饭的感觉 然后这个猪排很干扁 而且它还14块8 为什么 这个很普通 接下来这个 我很期待 干锅鸡 这个干锅的味道好香啊 吃得出来 那个干锅的味道蛮正宗的 然后这个鸡肉呢 跟平时我吃到的干锅鸡的鸡肉不太一样 它是那个 有点像香菇滑鸡 做的那种嫩嫩的鸡肉 大家应该还能看到 里面还有干锅平时会一起炒的 土豆啊 那个青椒啊 实际上没有那么的多 洋葱 但是还是可以 这里还有一个莴笋 真的好惊喜啊 14块8就吃到了 但是这款干锅鸡 可能其他省的朋友 不一定能吃到 但成都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哇这个真的还不错 好接下来是这个 烤鸡排腊肉烩饭 14块8 它这个腊肉味 迎面扑鼻而来 虽然它的腊肉 只有两坨 诶这个不是腊肉 这个是烤鸡 哦那它腊肉应该是在这里面 哦炒在饭里了 炒在饭里了 哦 好嫩啊 这个鸡有一种奥尔良鸡肉的感觉 上面还撒了黑胡椒 比如像在吃粽子 因为它那个腊肉跟饭炒在一起 还不错啦 还不错啦 就是那种腊肉饭的味道 接下来是这一款15块钱的 灶烧鸡排双拼饭 好我们来吃一下这个灶烧鸡肉啊 怎么说呢 它这个灶烧的味道 就有一种甜酱油的感觉 并没有那种做的很灶烧的味道吧 很普通耶 这边的这个还可以 就是普通的那种炒的一个鸡肉 我没有办法形容 就普通的炒菜 和普通的酱油泡鸡肉 这要卖15块钱 好最后一样是我们最贵的 番茄牛肉捞饭 除了番茄牛肉以外还加了有蘑菇 这个是什么 青椒青椒 还不错 我觉得全家的牛肉真的做的很好吃 我之前很爱吃它 全家有一个 那个叫做牛肉滑蛋 然后它那个牛肉也是那种 嫩嫩的 然后辣辣的 它这个牛肉跟那个牛肉一样 也是那种很嫩很嫩的牛肉 如果它这个改成肥牛肯定更好吃 这个确实还不错 然后它这个青椒 加进去以后会有一点点辣辣的感觉 味道要丰富一点 并没有把那个番茄牛肉的味道带跑 这个好吃 好今天那14种的全家的便当的测评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概总结一下呢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还是这款啦 对没有错 因为它很丰富 除了芝士 猪排 咖喱 里面还有那个姜我也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最划算的应该是这个 蜡肉 拌面 因为它这个味道真的很刺激 很好吃 然后今天最让我失望的大概就是 这几个吧 这个 这个是什么鬼啊 就是味道很奇怪 就是没有任何突出 而且它还卖的 这个是倒数第二柜的吧 然后还有这个 热血洋粥炒饭 也真的很普通 就很普通 很普通 感觉就是7块钱的炒饭 然后硬给它 深深加了一个干瘪的猪排以后 就下个就翻到了14块8了 但是这个干锅鸡呢确实很好吃 只不过外申的朋友应该买不到 如果有外申的朋友买到了其他种类的全家的便当 也可以拍一张照片留言给我 让我来看一下 今天14款里面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买来尝一下 估计有一些种类 还是可以在其他地方也买得到的 没有的种类 大家也可以拍个照片给我 有想让我测评的其他的东西也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我会慢慢慢慢的去实现 哦对了 你们之前有人留言让我扎两个丸子的 扎了 好 今天就测评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